6名工人和2名护卫兵遭到袭击 美军立即派出狙击手 寻找袭击他们的目标 可是狙击手整整观察了20个小时 却根本没有发现丝毫可疑之处 观察员伊兹发现8名死者 有7人都是被爆头死亡 而且他们死前没有丝毫防备 大概是在30秒内就全部毙命 所以他猜测对手必然是个高手 并且伊兹判断 这个高手应该就藏在工地旁的墙后面 又过了一会儿狙击手马修斯忍不住了 这里天干气躁 他还没被打死就快热死了 他认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高手 更不会有人在这种天气和环境下 躲藏20个小时以上 想到这儿 马修斯直接脱掉伪装朝工地走去 要想知道墙后面究竟有没有人 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然而他刚靠近工地 一枚子弹就突然端下了 原来那个高手真的还在 只不过不是在墙后面吧 伊兹见状连忙冲下山坡 他本想去救马修斯 结果在高手的阻拦下 他被迫躲到了墙后面 幸运的是 高手的枪法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伊兹只被打上了膝盖 眼看马修斯命不久已 伊兹赶紧从一具尸体身上找到电台 想要向总部寻求支援 可忙活了半天才发现 电台已经被高手打坏 既然球员不成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在马修斯的要求下 伊兹大概估算了一下 子弹打来的方向 然后在墙上掏出一个洞 打算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可当他弄好这些后 却绝望地发现 马修斯此时没了声音 看来似乎已经死亡 惊慌的伊兹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先用直血带处理伤口 再从长计议 结果他这么一折腾 直接把自己腾晕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伊兹被无线电炒血 联系他的是美军总部 伊兹见状连忙呼叫直升机支援 可聊着聊着 他却发现有点不对劲 对方的话不但漏洞连连 说话还带着口音 伊兹有此断定 对方不是美国人 更不是军人 见自己被拆穿 对方只好坦白 自己就是那个神秘高手 高手本想骗他站起来开枪 以确定他的位置 既然现在暴露了身份 两人只好闲聊起来 聊天过程中 伊兹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无论是他的膝盖还是水壶 都是自己故意打烂的 身受重伤又缺水 即便伊兹是特种兵 也坚持不到晚上 不过这场谈话 伊兹也颇有收获 他察觉到对方说话时 周围有铁板撞击的事 随后他通过望远镜 仔细对比观察了一下 惊奇的发现 高手竟然藏在垃圾堆里 而这也让伊兹变得不安起来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 就是杀死75名美军的幽灵狙击手 幽灵狙击手是这片土地上的传奇 更是美军的噩梦 只有他这种真正的高手 才有耐力藏在环境极其恶劣的垃圾堆中 不过伊兹现在才知道 幽灵不但枪法无敌 就连水皮子也很灵敌 他问伊兹 如果战争结束了 那你还留在这干什么 一句话直接让伊兹压口无言 但即便这样 伊兹也想再搏一搏 为了找出幽灵的具体位置 伊兹用衣服和头盔 做了个假人来勾引他 怎料幽灵根本不上当 更可笑的是 伊兹用力过猛 头盔还掉在了墙外 这下伊兹彻底绝望 他拿起手枪对准自己 可犹豫了一会儿 根本下不了手 然而就在他崩溃之际 沙尘暴却悄然来袭 平时沙尘暴是最让人讨厌的天气 可现在他却成了伊兹 逃生的天然屏障 在漫天黄沙的掩护下 伊兹跑出墙外 从一具尸体身上拿到一个背包 在他跑回墙后 幽灵开了枪 所幸在黄沙和大风的影响下 伊兹侥幸躲过一切 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 因为他发现 自己冒死捡来的无线电台也坏了 而里面的水和食物 也根本不够塞牙缝的 为了扰乱伊兹的心 幽灵再次跟他聊起了天 伊兹正被烦得不行 却猛然发现马修斯并没有死 他刚才只是晕了过去 伊兹终于不再孤单 他为此感到异常兴奋 他先是向马修斯报告了幽灵的位置和方向 然后又开始主动跟幽灵聊天 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在伊兹和沙尘的掩护下 马修斯架起狙击枪 对垃圾堆连开四枪 其了 在马修斯装弹时 幽灵却开枪反击 打中了他的肩膀 马修斯见暴露了目标 只好朝墙下爬去 伊兹见状也赶忙过来为他加油打气 眼见马修斯已经靠近 怎料一颗子弹飞来 直接给他包了头 这下马修斯是真的死了 伊兹再次陷入绝望 不过这次他却很快就脱离出来 一个念头在大脑中闪过 他立即着手实施 将两个坏电台的零件重组之后 电台竟然修好了 伊兹迫不及待地向总部求援 不成想他竟然没有对话的权限 原来幽灵拦截了他的信号 假冒他的身份 代替他跟总部对计划来 当伊兹看到一具与众不同的尸体后 他才明白幽灵这样做的意义 八具死尸七个被爆头 有一个则跟伊兹一样 是被打断腿 在尸血的情况下耗死的 原来当初呼救的护卫兵 就是幽灵假冒的 他是故意引来的援兵 好一个一个将其击杀 伤心和绝望过后 身心俱疲的伊兹再次昏睡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到了傍晚 沙尘暴也已经停止 远处还传来直升机飞行的声音 但是伊兹知道 这一切都是幽灵的阴谋 为了不让战友惨遭毒手 他决定在飞机降落前把幽灵消灭 为此伊兹用技把马修斯的狙击枪拿到手 这次他不再惧怕 不再胆怯 他一把推倒面前的墙 用扬起的沙尘做掩护 然后架好枪等待时机 这时幽灵开枪了 或许伊兹命不该绝 两枪不但都没有打中他 他反而还找到了幽灵的距离位置 伊兹抠下板击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出 枪响过后 垃圾队那边没了动静 为了确定是否真的消灭了幽灵 伊兹还抱着必死的决心站了起来 好在他安然无恙 看来幽灵的确死了 最后伊兹和马修斯被抬上直升机 眼看渐渐远离地面 一切终于都结束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一颗子弹忽然袭来 一名士兵被爆头 众人正慌乱地寻找袭击目标时 第二颗子弹再次袭来 这次被爆头的是飞行员 直升机瞬间失去控制 直直地朝地面坠去 不久后 总部呼叫机组人员 而幽灵则看着眼前的直升机残骸 假冒机组人员再次向总部发起了呼救 下一波来受死的会是谁呢 下来受死的会计则看着眼前的直升机残骸